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GS全镇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从今天这几个开始呢 我们开始这个为我们真正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平台开发 做一些这个啊,硬件上的准备工作 那么这里面就在前面讲到的两种就是典型的微信公众账号开发的模式 一个是服务器段,一个是浏览器段的开发 那么其实它都需要,就是在服务器段开发是需要你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配置这个啊 就是我们的服务器配置,就是我们的这个后台 那么如果是这个,你是要在这个游览期段就是GS里面掉这个微信的一些接口的话 那么你需要配置这个GS的接口的安全域名 那么这两个要求都需要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服务器资源 那么就是说有一台这个公网上的机器可以供这个微信的服务来调用 或者直接供用户去访问 那么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在这里面,在这门课程里面会有这么一节 就是教大家如何去这个云服务商上购买这个啊 云主机,然后在上面做一些配置并开发一个web server 然后把我们的这些信息都配置好 那么这个过程呢 在这门课程里面被分为了两小节 那么第一,那么整体的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云主机的购买 也就是在阿里面上,叫做ECS 那么第二个是购买之后,在机器上我们需要安装配置NGX 那么接下来是安装配置好Node的运行环境 因为我们需要用GIS来编写这个web server 那么再接下来是这个做web server的简单的开发 今天这一节课呢,主要是前面三点内容 那么第四点内容会放在下一小节里面去介绍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这个打开这个阿里云的这个官网 那么www.alivin.com 那么然后呢,你需要,它就是阿里云提供的产品 它这个弹性计算,就是云服务器就叫ECS 那么这个名词呢,听起来高大上 但是其实它很简单,就跟原来的 就是早些时候的这个VPS是一样的 就是虚拟主机 那么如果你需要在这个阿里云的上购买ECS 那么你需要这个先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呢,登录进来 那么我已经登录进来 然后直接来到这个管理控制台 那么这个管理控制台呢 下面这有一个这个云服务器ECS 那么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就是你当前购买了几个云服务器 那么这些服务器啊 当前的这个运行状态运行状况 那么在,然后在盖栏 就是在盖栏里面你能看到你当前 应用有几个云服务器 那么我们会切到实力里面 那么我已经为这个本门课程就是 购买了,单独购买了一台这个 啊,ECS 那么为了演示这个购买的过程 或创建的过程 那么大家到右上角来单击这个创建实力 那么对于 只是学习本门课程 而需要购买的同学呢 你可以选择按量付费 那么按量付费的话 它是 就是说一小时可能才几毛钱 那么算下来 一天的话 可能就 十多块钱 那么 其实建议大家包月 就是其实包月的这个费用 还是比较便宜的 就是一百块钱 可能就用一个月 那么一个月的时间 你肯定能把本门课程学完 那么到时候这个 机器就可以释放了 那么在这里面跟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这个 ECS这个购买和创建的过程 那么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里面直接选华北 那么我们这个 就是在北京 这边的话就是华北 那么像云南 四川那边应该属于华南 那么 可用区的话 就直接 可用区B 那么 网络类型的话 就选经典网络 那么安全组名称 这个可以不选 就是全部默认值 那么 这个实力规格呢 大家可以选一和一记 那么一和一记呢 其实用来跑一个 Linux服务器 那么你也可以选一和两记 这个安装node的时候 可能会快一些 那么 公网带宽 选一兆就可以 然后镜像的话 大家就选这个CentOS 那么这里面 我们就装这个 Linux里面比较稳定的企业发行版本 新的OS 那么这里面登录名 root 然后设置密码 然后这需要设置 就是你首次登录的密码 然后实力名称的 就是说你这个机器名叫什么 你可以自己写 那么下面是购买时长 然后数量 那么你把这些信息填完了之后 然后在这点击这个立即购买 或者加入清单 然后之后的话 就是支付的环节 那么支付完成之后 这个机器就启动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这个 在ECS服务器的列表里面 实力列表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就你这个机器 已经起来了 那么它的公网IP和这个内网IP是多少 那么这个实际的购买和付款的过程 那么这里面 我就不跟大家实际演示了 我这个云主机呢 我把它的实力名命名为 网视君test 然后呢 也在华北可用区 然后它的网络是经典网络 然后是一盒两机内存 那么是包月的 那么现在 配置完之后呢 就是说这个机器购买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 配置一下 SSH免密登录的 那么 我们可以使用一条命令 SSH copy ID 那么root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本地的SSH 公约 copy到这个我们的ECS 云主机上 那么 可以看到之前 我已经把我的这个 key已经copy过去了 那么就不需要再copy 这个时候它直接跳过了 那么 实际上当大家第一次 copy SSH copy ID的时候 所以这会提示大家输入密码 那这个密码呢 就是大家在创建这个ECS实例的时候 要求你输入的这个密码 好 那么接下来 我这样这个 配置好了 免密登录之后 我们直接SSH root at 然后把IP站过来 直接就可以登上去了 那么接下来登上去 就是登上机器之后 我们需要做一些安装一些简单的命令 比如说是 因为这个微信后台 就是微信服务器 能支持的交互类型 就只有80和443端口 那么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云主机上 安装一个NGX 那么 在SendOS里面 安装NGX的方法也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就直接使用 它有一个软件管理的包 叫做YAM 那我们直接使用YAM installNGX 好 然后等待它安装完成 好 那么之前我已经安装了这个NGX 那么对于 第一次申请这个云主ECS的同学 那么你可能安装NGX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那么 我这已经安装的话 它基本上什么都没做 那么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执行另外一条命令 叫做Service 就是NGX被安装之后 它已经默认变成一个系统服务了 那么我们可以用Service这条命令 来管理我们的NGX进程 那么ServiceNGX start 那么 然后是Restart 执行这条命令之后大家其实可以怎么来教验你的NX是否启动成功呢 我们直接访问127.0.0.1 那么如果你访问本地的这个就是127.0.0.1 那么能看到这个一个页面内容 那么说明你这个配置是成功的 那么 另外一种办法呢 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在浏览器里面访问这个IP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服务器的配置是可能还是有一点问题 那么我们打开那个IP的打开那个直接打开那个IP的80端口的时候 它是报错了 那么这个是因为我之前在在我这个ECS云主机上配置了一个这个反向代理 那么我把这个去掉 修改了NXPage之后呢 我们需要serveWithIndexWithStart 好 让我们再试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NX已经是安装完成的 那么 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云主机购买 然后NX的安装配置已经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配置一下Node的运行环境 因为